据新华社报道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中国香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介绍 为了更准确地估算地球上蚂蚁的总数 他们汇总了以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 有关蚂蚁种群密度的489项研究的数据 目前地球上已知的蚂蚁种及亚种 约有15700个 而对这些数据进行外推之后 他们估算仅生活在地表的蚂蚁保守 估计就有0.3亿亿只 地球上所有的蚂蚁数量加起来 则至少有约2亿亿只 即世界上所有蚂蚁种量加在一起 将超过所有野生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总和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帕特里克·舒尔泰斯说 这是蚂蚁想象的 根本没法想象2亿亿只蚂蚁挤在一堆 该团队还表示 新的估计数量比以前的估计要高2到20倍 但研究人员认为该估计可能更准确 因为这是第一个通过世界各地的调查 而得出的全面估计 舒尔泰斯称 得出的这一数据是真正基于全球努力 研究称 蚂蚁几乎遍布每个大陆和各种栖息地 除了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外 它们几乎无处不在 另外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二的蚂蚁 主要集中在热带森林和热带草原中 根据2019年的一项研究 全球超过40%的昆虫物种 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灭绝 其中蝴蝶和甲虫面临的威胁最大